玩家們等待許久的 NCSoft 線上遊戲大作《劍靈》 終於要在台灣推出囉 相信大家早已經摩拳擦掌迫不及待 想要在這個華麗的世界中大顯身手 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吧 不過在正式進入遊戲之前 不妨先來看看電玩瘋為各位新進鴻門弟子們 準備的快速入門攻略 縮短大家從新手變高手的時間吧 一開始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 一般來說劍勢偏向於全能型的角色 除了有各種帥氣的劍技之外 也能夠使用技能格擋防禦敵人的攻擊 擅長拳腳功夫的詮釋 則可以透過反擊來擊敗對手 使用巨大雙手斧的力士 雖然攻擊速度較慢但威力強大 並且能夠承受更多的傷害 而氣功勢則能夠施展冰和火 兩種截然不同的招式 從遠程攻擊敵人 至於只有靈族可以選擇的召喚師 則有貓咪夥伴一同並肩作戰 也能夠使用自然之力來弱化敵人 而刺客則是能夠利用潛行 在戰鬥中發動強力攻擊 以及從背後給予敵人致命的一擊 想要在戰鬥中獲得優勢 首先要熟悉自己職業的技能特性 再搭配上能量的掌握 就能夠使出猛烈的連續攻擊 並且不單單只是重複攻擊回圈 還需要仔細觀察敵人的行動 刺激破防或者是防禦反擊等等 掌握這些技巧才能夠在戰鬥中無往不利喔 除此之外的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要有一把好的武器囉 在劍靈當中 可以透過合成其他武器來獲得成長 所以挑選武器時 除了當下的屬性數值之外 也要注意可成長的幅度 當武器等級達到最高之後 就需要使用指定的武器道具進一步的突破 所以記得要事先保留這些指定的裝備 才能夠在需要的時候順利升級突破喔 同樣的當突破之後等級也達到最高時 也需要一把指定的武器才能夠更加進化 在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 建議玩家們可以把最初取得的鴻門子舞留下來 只要照著這樣的強化方式 它可以陪你到遊戲中期 甚至是更久以後喔 而除了武器之外 其他咲戀 戒指等裝備也都是一樣的道理 至於裝備的品質顏色 由低至高分別是白 黃 綠 藍 紫 橘 玩家在獲得裝備的時候可以稍加留意 除了武器之外 另外一個強化角色的方式 就是收集適合屬性的八卦牌囉 只要裝備上相同系列的八卦牌 每湊到三 五 八劍就會獲得額外的套裝加成 因此記得要注意裝備的套裝劍數來取得最大的效益喔 而強力的八卦牌除了打副本會取得之外 許多野外頭目的金魂也有機會抽取得到喔 這裡也建議玩家們可以去找初期第一個碰到的野外頭目 千年殭屍王刷寶 他身上所掉落的金魂 可以使用大轉盤獲得第一套的八卦牌 這不只能夠陪伴玩家到終期之後 而且也有機會獲得實用的殭屍裝喔 當主線任務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後 就能夠透過修煉分配點數到技能之上 不只可以強化的技能 還可以改變它的效果 像是把單體攻擊變成範圍傷害等等 隨著分配方式的不同 就能夠搭配出新的戰鬥方式 而且因為技能配點還可以重置 所以玩家們不妨多加嘗試 這樣就能夠找出更適合自己的有效攻擊手段囉 只要專心研究技能的特性以及戰鬥的技巧 再搭配上適當的裝備和武器 相信玩家們一定可以順利突破層層關卡 快速升級成長喔